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怒对冯小刚和手机2的小说家刘振云 崔永元还在自己的微博上晒出了自己和刘振云两人的聊天截图 从聊天记录就可以看出 崔永元对刘振云和冯小刚再次筹拍手机2非常不满意 而且崔永元在聊天时称 当年手机曾对他造成无法磨灭的伤害 如今冯小刚拍手机2完全就是就是重提 其实当年冯小刚的手机的确是给崔永元带来了非常大的负面影响 因为在手机这部电影之中 葛优所饰演的是友谊说一的主持人 而其就是因为一个手机所以婚内出轨 而恰好在当时 崔永元所主持的实话实说也正在热播中 所以很多观众在看完手机这部电影之后 就将剧中的主角自动带入到了崔永元身上 崔永元也曾因为这件事情而被大众指责 崔永元的亲语都曾受到影响 所以在手机这部作品播出之后 崔永元和冯小刚两人的矛盾就不断的激化 如今电影手机2的再次开拍 无疑等于重提两人的矛盾 从崔永元的态度来看 崔永元此次估计不会善罢甘休 对此你怎么看呢